就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就是火災的 主要大部分的類別都是建築物 還有電氣因素 主要的是還有遺留火種 遺留火種現在在第二名 也不是 烹飪如我吹屍不慎 有些潑潑媽媽煮菜煮到一半 可能鄰居啊小孩子打電話來聊天 啊忘記自己有煮飯了 那我們可能呢 露露就變乾掉了 就變乾了 這個 我出勤的次數很長 很長是因為煮菜燒焦 有些人煮一煮 忘記直接煮飯 跑出去買東西 回來的時候家就燒掉了 不要覺得出去五分鐘 火應該沒關係 不要這樣想 這樣想是危險的 火是不長眼的 火不會看你說 你來看 你來看 我去看 我去看 感谢观看